今集又來分享小心得 今集集中講一講兩件素材 就是這件 這件 還有這件 烏哈爾核心和太油塔爾頭部組件 這兩件都是打Metal Gear 分別打兩部不同的Metal Gear 那部機械人 有機會拿到 但是你玩到後期應該會特別缺 雖然是比較前期的怪 但是你玩到後期 如果你要強化那些雙戰技的恩子 就是這些 有兩個戰技 基本上是一定要用它 11L升12L 那裡已經要用太油塔爾 那部機械人數是14L 14升15 就會要那個烏哈爾核心 基本上兩件都要全 每件兩件 你才可以升上去 那 還有為什麼這兩件 玩到後期會特別缺呢 好像還有一個原因 我還有人上網看留言才看到 但我不確定 都是在影片中看到一些留言 他說 PC版和PS版呢 PS版是變得有缺陷的 這個素材 那個出現機率 即是PC版呢 PC版呢 你正常打爆 Metal Gear 打死它 都會有機率出來 這件是死人的 這件是死人的 即是和那些什麼 譬如和那些什麼破壞衝動 白狼槍尖 印蟲金酸 這些 這個就是打那個矮妹 這個就是打那個槍佬 這個就是打法拉伊道 那不用找什麼 部位破壞 什麼都不用 你直接打贏 就已經有機會開 但我看留言 就有說 他這件 一定要打那個Metal Gear 打那個機械人 一定要部位破壞 打爆他的頭 才會拿到 然後你就這樣打贏 是永遠都拿不到的 不會出的 即是PS版 但是PC版 就算你不爆頭 你就這樣打死他 打爆部機械人 都有機會出到的 但是我沒有PC版 我這裡是PS版 所以我確認不到 但是我在PS版 又真的沒有試過 打死機械人 就可以拿到 我每次拿都是打爆他的頭 部位破壞 我才拿到 這樣就變得有 有點疑惑 不知為什麼 PC版和PS版會這樣 即PC版 比較好處 就是你可以掛機 後期 你的角色夠厲害 你就掛在那裡 等AI打 打死他 然後拆 你總會拆到 但PS版 你掛機 你永遠都拆不到 AI又不懂得 幫你打爆他的死人頭 即是他這隻比較麻煩 尤其是你去到後期 你的輸出太高 反而更加難 打到他的頭 而且你看到這裡 換那些霸體因子 這隻是要的 還要五個 還要五個 即是 都比較 缺 而且比較重要 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 輕鬆些 拿到這塊 死人 這塊有缺陷的素材 當然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換 用他的金章 達麗亞金章 三張去換 那你 網上 玩隨機任務 然後用三張券打一場 就可以換一塊 但個人覺得 就這樣 用三張去換 就不太划算 我寧願你那三張券去換其他 即是 即是 寧願你去換那些什麼 換這些 這些 直接把他的因子 改到十五 儲三十張 這樣 只換那兩塊 就可以這樣 升一 就不太划算 他 三十張那個 那個 那個 蒼紅之耀輝 直接升滿 其他素材都可以省 是的 我寧願你換這個 那些金券 不太用來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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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教你怎樣 去 容易些刷 這裡個人對戰 就用一個 飛哥 首先飛哥 自己 combo 本身自帶霸體 還有這裡 如果你已經玩到後期 你的輸出已經 比較高 就不要選擇NPC 那 就只選 飛哥 只用飛哥一個去打 因為那隻東西的機制是這樣的 就是我自己試出來的 你打到它 90%血 一開始削它 10% 90% 它就會開始 那四隻腳就會突出 那些電池 還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類似電池 類似電池 那個時候 你打爆它 那四塊電池 然後它就會躺在 頭上 然後 這個時候 你打爆它的頭 你就會有機會拿到那塊東西 但如果你輸出太高 你的NPC 又是 已經跟你一樣 去到後期 你很有可能 就是 你還未打爆它的腳 還未打爆電池 那時候 你就已經把那條黃條直 打滿了 然後它就會發生 然後 進入Overdry 狀態 一去那個發生狀態 它就會收回電池 然後 好像 就不會再 突出來了 那因為 RPS版的 那個 出現率的 那個缺陷問題 就是 它不再突出電池 你就破壞不到 那 破壞不到 你的腳 你就打不到頭 那你打不到頭 那你就算打死它 你就 都是拿不到 你就一輩子都沒有了 所以 個人建議你後期 就只用飛哥一個去 打 那就會好一點 而且最重要是 不要貪刀 不要 打多了 然後 就 搞到它發生怒 然後又收回 那隻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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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 頭部組件 這個 唉 想不到它會有這樣的問題 PS版 PC版 調下機率 不一樣 PC版 可以就這樣跌 PC版不會就這樣跌 一定要破壞 真是 催致 你自己不實際玩過 你真是不知道 真是搞事 真是上網看片 看別人說完留言 跟著自己再玩 PS版 好像真的沒有 不敢 才知道 那 那 那 一來 就 什麼 完美combo 多加一下 90% 這個時候它就會露出來 跟著用第四刀 完美combo的第四刀 基本上就可以爆 爆 動來動去 好 又爆了夠 2 個人建議可以習慣一下 非鎖定 因為它的鎖定 有時候很低能 這遊戲的鎖定 整天 你不知道它的判定 它的優先度 原來 明明 你想瞄最近的腳 然後 整天 它一鎖定 又不知為何會瞄了另一隻腳 然後 打爆了頭 看見嗎 剛才彈了一塊寶珠 這次不太幸運 不要緊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再打 不要浪費時間 直接走路 因為它這些關卡掉落物 跟摩坑一樣 你只要打到 就算你走路 它都會 給你 它不會沒收你 所以這裡就可以這樣 如果一爆了頭 你拿不到 你就直接走路 不用再浪費時間 打下去 但如果你打爆了頭 你拿到 你都直接走路 就更加沒有必要打下去了 直接走路 直接拿那個東西就可以了 平均熟悉了之後 其實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意外 一分鐘內可以完一場 可以搏一次 如果你出去刷除機任務 你又要 安拉 又要連線 又要組隊 你很幸運 有時候 遇到一些 不錯的隊友 遇到一些 容易的任務 就說有機會一分鐘內完場 但你又要用三張券 如果我寧願 我寧願這樣刷 一分鐘完場 又要省些券 又不用去搏任務 搏隊友 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如果是這樣 那場我不要再 還要趕上一陣子 打滿了黃條直 然後恭喜你 你可以重新來過 搞定了 霸體的優勢 有了 然後馬上走場 又多一顆了 搞定了 另外那隻一樣這樣拆 當然你也會說 咦?不是啊 用其他角色也可以 其他角色 然後換過這個 長期保持霸體的恩智 就是 打黑龍要用黑龍刀 它本身就是要用五個頭部組件去換 那如果一開始沒有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有霸體的角色 也可以的 用其他有霸體的角色也可以 好像奶刀 奶刀那些好像都有招技能加霸體 然後你也可以 不過奶刀它是限時的 你要 在他招技能 在霸體完之前 你要馬上破壞到 不然之後你就麻煩 始終你一個人 你沒有隊友幫你分散一些仇恨 飛哥他 升滿了之後 只要你完美combo 他就有無限霸體用 那 我覺得用飛哥會比較好 還有飛哥 感覺上他部位破壞好像快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拿大劍還是怎樣 他完美combo 第四刀就可以破壞到 我用那個 那時候我試過用那個 下陸帝 下陸帝的輸出現在更厲害 比飛哥有巴姆特武器 但是他的部位破壞都不夠飛哥快 不知道為什麼 飛哥四刀直接爆了 然後他不知道 我懷疑他的部位破壞的值 另外有一個值 你的攻擊力 你的輸出多高 也好 是影響不到那個數值 因為我前期用飛哥打 又是 大約四刀就爆了 到現在我覺醒武器 升滿了 正常我現在這個級數 打回他 應該是秒他 正常打 但腳都是要砍四刀才爆 他不會像摩坑那樣 你後期輸出高 可能一兩刀就直接部位破壞 他好像是分開計 總之他部位的血量 然後 再試這隻 這隻就是拿烏哈爾核心 很神奇 兩部機 正常烏哈爾核心這部機 是比剛才那部 這部已經是再後期一點 但是他也是四刀爆腳 爆一隻電池 好奇怪 分開計算 他的部位值 即是 他的血量和你的輸出 是沒有什麼影響 應該要不要原理 膽囊 門開 上面 撕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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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wurde 接著都是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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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c... 都是捅到他那一刻可以捅爆他 如果全都中齊的話 除非中間有空刀 即是有miss的 然後跳上去 看不像一樣的打法 是沒有的 那段走場 這個就不再拆一次了 方法就是如此 大致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又繼續去拆一些因子 我還在拆豆釘妹的專屬雙因子 這集先聊一聊